前辈 我们收服那只妖龙了 小子 干得好 老子就知道你做得到的 多亏小子你的帮忙 这龙居岛灵境 终又重回我手了 这个当然 这是进出此地的风伐木令 以后你们就是老子的嘉宾 只要你们高兴 随时都可以来这里做客 多谢您 我们拜前辈之次 得到如此神医的坐骑 实在是心满意足了 至于之前和您商谈好的楼兰之谜 还请您赐教 你们想知道些什么 晚辈于罗布坡处 发现一处密闭入口 以其和古楼兰的下落相关 只是苦于无开启之法 故想请教前辈 以幽黄附着之物 勾连此间与彼间 一切方才有解 但切记环环相扣 不可疏漏 我等凡俗之辈 前辈却是修行千载的仙家 可否拒言事下 老子便直说了吧 关于这楼兰过往 我并非全然不知 只是碍于天道以轨 也只能严禁于此 依老子看 你们也不必急于一时 大可顺其自然 或许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楼兰 幽黄 我的宿命 竟如此纠结不清吗 幽黄附着之物 死间与彼间 顺其自然 向皇子前辈的答案 更像是一个谜啊 现在能做得最顺其自然的事 便是搜集其全部的刻盘碎片了吧 哎呀 更古方老板又进了一批好货 据说有那楼兰城的古董 楼兰古董 怕不是他说大话吧 你赶紧去看看 更古风 三世兄经常光顾 我们去瞧瞧 说不定会有线索 老板 您手中的楼兰古物 都是怎么来的 嗨 大多是一个死里逃生的盗墓贼 买给我的 怎么 你想向我打听他的消息吗 是的 我们想向他请教 哎 这个不行 我答应过帮他保守身家秘密 不过 这件事倒也不是不能通融 如果你能帮我弄来一件叫做 朱焕神镜的宝屋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朱焕神镜 那是件什么宝物 无头无序 又该去何处寻找呢 那镜子可是个宝物 听说可以拨云破月 从中看到 惊世绝无的神妙景象 而他最后一次出现 是落入到一名沙洲富商之手 那富商乐善好施 忠厚善良 只是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 不少人看到富商 带着那神镜 跑出了沙洲城 从此再无音讯 我曾托人探问 很多人都说 他是带着那镜子 沉入月牙泉了 至于各种纠葛 便无人再能说清 夜里的月牙泉 景致还真是和白天的时候 大大不同呢 不过 这凛冽如冰的阴寒之气 也是因为这里 临近水边的缘故吗 有人在那边 等等 莫非他受伤了 诸位莫要靠近 小心被妖术所害 多谢女侠助我疗伤 只是此地实在凶险 道长莫慌 我们正是冲着那妖孽来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脑海里闪过 这影像师 这影像师 是 有什么因素 那是 我 也不然 有什么因素 是 我 有什么因素 我 那是 这凭空出现的妖魔 很可能是召唤术或某种幻象 我想需设法解决背后的正主才是 不错 这些乃霍兴幻象 那施法的妖魔就混在此间 但他的真身就只有一个 如此说来 只需集中精力将真身击败就好 不必在其他幻象身上浪费时间了 不必在其他幻象身上浪费时间了 毕竟只是幻象 护体之力远不如真身 所以分身受到的伤害 肯定远大于本体 就是这样 真身肯定比分身抗大 哈哈 我们这便试试看 不可大意 若是打死他的分身 则会被禁咒封印 无法使用咒术法诀 什么 好狡猾的妖魔 那可有破解之法 行道之前曾与其斗法试探 最终发现 只要将其真身击败 则可破解这禁咒 箭实灵力 那好伶俐的怨愤气息 会不会和这妖魔有关 但这些符号是何意 要想办法破解他们的意思才行 可恢复 看着地附你以外的 切实还需要些手段 万法千态 面具成形 哦 啊 哈哈哈哈 去服用这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下吧 可恶 为什么这群妖魔无穷无尽了 我想 这妖魔越是急着变化 越代表他在虚张声势 方才他与道长斗法多时 又遇到我们 只怕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若我推断不错 算上这次 他的法力只够支撑他再变换三次 好 那就一鼓作气 击败这妖怪 诸位侠士 贫道方才物中的妖魔偷袭 囊中两件法宝散落此地 若你们识到 大可直接使用 必有注意 多谢道长 此地不以我的重法施战 下次再战吧 可恶 让他给逃了 我们早晚要见 想象空我要着急 好生厉害的妖魔 一地 咱们还是先把道长带回去救治 这月牙全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我想守护这个人事 感谢诸位月牙全边救了贫道一命 请受王某一拜 道长 你先前中了幻术 魂魄瘦创 此刻你还是多多休息吧 唉 这一切都是月牙全底的幻境龙腰的杰作 幻境龙腰 道长 您所谓的幻境 莫非是指当年沙洲复古沉入全底的那面宝镜 贫道几天前才得知 幻境的最后下落是在月牙全 在和全内妖艺交手之后 贫道以为应是他不会错 那妖魔藏身境内 害人无数 此为我等所难容 若道长能建告此事详情 或许我们能助你一臂之力 此事说来话长 贫道名叫王成福 是钟南山全真教的道士 本教玄清观收藏有一面宝镜 名叫朱焕神镜 此镜能化焕显石 映现本源 任何货目的居向在他面前都会烟消云散 本是非常神秘的宝物 没想到后来却为本教带来大害 那一年 贫道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小弟子 有个中了邪的同道被送到冠里来 夜里就由师父和两位师叔为他屈腰辟邪 结果腰意是屈出来了 却给他溢出了法阵不知去向 冠里忙乱了半天 始终没有找到那妖艺的下落 只好就此作罢 起之三日之后 便有弟子在夜里暴毙之事发生 师长们知道必是那妖艺所为 在冠里四处搜索 但就是找不到那妖艺的踪迹 之后的七天里 冠里接连死了七个人 里头包含贫道的师父 师伯和两个师兄 啊 全真教在二十年前 有数位急促接连先去 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 是的 此事令全教震动 自是不在话下 师长们多次商议之后 在无计可施之下 甚至打算布阵之后 烧了玄清罐 可是事出凑巧 第八天夜里 罐里遭了小偷 那偷被寻业弟子发现 仓皇逃走 次日清典宝物库所藏 正好就少了一面 诸幻神境 自从神境被偷之后 冠里再没有传出意外 这一连串命案的罪魁祸首 也就昭然若揭了 原来如此 那妖艺躲进了神境之中 是的 那妖艺躲入能化幻僻法的 神境之中 便不具诸法侵探 除非取回神境 以本派密法将其毁破 否则不知还要害多少人命 我们可不能将此事就此结过 总得将这段牵连已久的血案 做个了结才行 妖孽便再厉害 终有克制之道 王道长 你此刻且先在此休息养伤 妖魔之事便交于我们处理如何 女侠 莫非你们是想要 是的 倘若我们帮道长解决了此事 那朱幻神境 可能借我们一用 贫道看得出你们并非邪徒外道 应该不会将神境用于歹徒 只要你们能替贫道除掉它 贫道就当作神境遗毁 再也不存在这世上 这里有张五方顿符 你们在连贯全底的全判大石上念诵咒语 便可逆影地脉 将你们移顿到地脉阴泉正中 其余的便看你们的本领了 那龙妖就在那边 我让他跑了 我可没打算跑 不过是找个适合我施法的地方罢了 你竟敢杀我施地 此仇不共戴天 真是令人潸然泪下的兄弟情谊啊 那我就发发慈悲 送你们携手共赴皇权吧 养得很 几位公子搔养的功夫当真了得 不愧是名门正派 怎忍见其平白隐命于此 诸位同门 今日一定要诛杀这妖女 为空同门人报仇 你们心中不是一直 把空同看作紫云的傀儡吗 快别说这些虚伪的话了 妖孽 受死 慢 小女子前些日子夜夜升阁 时不宜再同各位玩乐 告辞 定不辱命 此地不是一钓鱼 怪了 今天钓的鱼越多 老子便越是心慌 可有晚辈能帮上 前辈但说无妨 你知老子我平日最讲信用 向来说道做道 所以若是心慌至思 必是有承诺未能兑现 但我被你召唤至此 往昔记忆模糊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我那件承诺究竟兑现了没有 往昔之事 那应该能在十之戏中探查 前辈可否于残存记忆中给些提示 或许我可借用十轮之力 前往十之戏中为前辈查证 我曾记得 要交给某个金发少年一项 冠绝古今的无伤金发 我到底交给他了没 曾与向环子前辈打交道的金发少年 莫非是 我知道了 晚辈会去十之戏内一探究竟 还请前辈静候消息 嘿呀 有你这话 我就可以放心钓鱼喽 有啦你有交啦 你在哪有交啊 直接告诉各位他有交 新关卡吗 哎真的是 看来是要抽到香腕子才会有 楼园 盾面 哦他把那些都抽到的角色 哎在这里 哦 刚好是十字戏第七章的剧情 ok 好强的要力 下狐大哥 风姐姐 你们都在哪里 玄机妹子莫慌 这是妖魔的无方一顿之法 意图将我们分散 好各个击破 雕虫小技 可不能让他们得逞 中妖的影响下 变得阴气森森 我们必须尽早赶到月牙拳 除去那妖物 可恶 这些寒气森森的妖物显然和龙妖脱不了干系 哈哈 这妖怪是想消耗我们的体力吗 很有可能 前面就会有个击破 前面就是月牙拳 我们不要连战 尽快冲杀出去 总算杀出来了 前面就是月牙拳了 这是明知光卡 我在这大漠里看惯了无垠黄沙 忽然看到这一大片冰块 一时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此地虽然阴寒之气其重 可是又不像是自然天成呢 灵声姐 莫非这是 这里本是地底河流之类的处所 只是有人用悬阴法咒 引动原旧杏蜀阴寒的地脉 就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大冰窟 这样虽然稍显冷些 倒也方便咱们行走 咱们这就把这里好好探上一探吧 我认得这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与兵兽护旗交战之所 从这里透出的寒气凛冽依旧 我怀里好像有东西冻了一下 是冰兽护旗的兽魂石 莫非他吸收了此地的寒气 再次苏醒了 然后就是再跟他打一次啊 哦这个家伙哦 这是不见棺权不掉内 打的你叫妈妈 该扁啊 一旦陷入其中 必会受其伤害 否则我们将被不断增多的冰霜陷阱完全困住 难拖升天 这回一定要让你心服口服 没想到无战司的力 却依旧输害了入党 如果龙腰未除 笼罩此地的阴寒就不会消散 咦 这两块大石的后面看来并无出奇之处 可是却衣裳的寒冷 想必使用五方顿符之处应该就是这里了 风 驯 仪 震 万象朱银 五方神仪 顿 这里就是月牙泉底 怎么会是一个大兵教 不过这里看来的确是寒气的根源没错 好美的地方 那面被冰柱拱立起来的奇异镜子 莫非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诸幻神镜 真正的敌人在这面镜子里 诶 这成片的冰晶是那龙腰布下的吗 我能隐约感觉到地脉流转的气息 玄机妹子小心 这是兵级寒阵 四周暗藏地脉的寒破之力 可令人丧失护体之力 任妖魔宰割 看来那妖怪又狡猾又胆小 不敢正面和我们较量 哈哈哈 这叫尤抱琵琶半遮面 你们也太不解风情了 倾慕我的人 从这里排到天边 眼前就有不少 想见我 起码先打败他们再说吧 无所谓 斩妖除魔前 总要磨磨刀的 气动灵瘾 聚遇化霜 破 法阵出城 仍需大伙亲自前往助力 方能扭转地脉之力 破除兵级寒阵 听风姐姐的 先助法阵开启 大伙上吧 是不应该 镜中妖魔 总算找到你了 我们来为那些死在你手下的无辜者讨回公道 要怪就怪那些臭道是吧 拜他们所赐 我被困入镜中 吸射不到八荒灵气 自然就只能靠生人魂魄为师了 所以你就隐聚这月牙泉底的冰寒之气 造就了这个冰窟和这些嗜寒的怪物 他们不过失去一条贱命 我失去的可是宝贵的自由 你们可知道被关在这镜子里有多难过 听来的确是难过得很 那咱们今日就大发慈悲 帮你了却这痛苦吧 终于了到我了 电本事 不过在这冰窟里和我斗法 你们还嫩着呢 又来了 这穿脑惯心的感觉 可恶 你又在窥探我的心灵吗 你脑海中的一切记忆 都将成为我送你们上西天的力气 在恐惧中死去吧 怎么样 我这借地卖一味的手法还可以吧 不过好戏还在后面呢 冰极寒阵 妖魔幻象 反复这几招 只怕他以前驴技穷了 大伙集中精力击败他 嗯 你的心里真的无所畏惧 这天下虽大虽广 但有兵力和这些好伙伴们 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只能利用人心恐惧的你 是赢不了我的 我认输 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要杀了我吗 就这样做个了断也好 只要你们能毁得了这面镜子的话 等等 这镜子不可就这样回去 是 在那之前 我要让你们目睹我最骄傲 最得意的战绩 是你 是你 还我的家人 还我的家人啊 我的一切全靠我自己而来 你没有资格抢走 你已经死了 你是鬼对不对 你是人的时候都抢不走我的钱 你现在是鬼 能有什么能耐 你是鬼 我的钱 我的家人 我的一切 就算都给你又有何用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跟着我 这是 被你害死的富商 极罕 可恶 竟然把害死人当成战绩吗 我做的 不过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最害怕的一幕 有意思的是 这一家人 谁的死都不无辜 可笑 你是神明还是审判者 就算他们犯错 也轮不到你来制裁 我不过是闲来寂寞 晚晚而已 倒真不需要你们给我扣上多崇高的帽子 那极罕是靠思路行商发家 可你们知道吗 他当年和亲哥哥落难荒漠 全靠杀了他哥哥 才能活着走出那千里黄沙 而他那见到珍宝财富不放手的秉性 也完全是那次死里逃生之后养成的 也包括对他家人那癫狂的控制欲 蛤 他杀过人吗 可是原质大师说他人很好啊 你们知道吗 他的妻子本是要嫁给他哥哥的 他的妈妈最疼的也是他哥哥 甚至他的孩子也是他哥哥的 他的这些家人表面上和他其乐融融 实际上呢 一个个心里都盘算着怎么离开 甚至杀死他 所以你便利用此嫌隙从中作祟吗 只怕也少不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吧 不错 我让他的家人们看到他杀死他哥哥 还有他猙獰发怒的景象 而极寒他不是最害怕失去吗 我便让他看到死去的哥哥抢走他的钱 抢走他的家人的情景 可恶 说起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居然没飞色舞 我这便替天行道 你们没办法弄碎这神境的 自然也拿我没辙 你放心 我们并非如你这般无理之人 会想办法光明正大的将你正法 若有一日 你被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陷害 却无处申冤 你还会如此吗 我相信世间自有功力在 那便走着瞧 说不定到时候你便觉得 成为我这般胡作妄为 毫不在意伦理刚长的小妖 也是舒服得紧呢 这是 看来很多妖怪都觊觎这神境的力量啊 可不能让他们夺去这镜子危害人间 开战吧 要尽早找到王道长 将这神境毁破才是 风色渐冷迷离境 夜半无人 思雨时 没有你的日子 总归是好冷 好冷的 前辈请自重 依人心思无人懂 落花流水春去也 啊 风沙又过 吹散我的思念 在座诸君谁能寻得 还请交换于我 前辈可是遇到什么困扰 为何今日如此反常 你知道支撑我在那破镜子中 活下去的是什么吗 看前辈方才的感叹 莫非是寂寞 我看你倒像是个寂寞 支撑我的 是往日离我用恐惧 幻象折磨的那些人 若在往常无聊之时 我便凝聚幻境之力 重现往日种种 那前辈是 镜子坏了 若是如此 我可为您修理一番 并非如此 被召回这现世 我的修为不若往常 只需 只需你助我稍加提升修为 我的幻境之力便能重现 到时你 我可在花钱月下 欣赏小女子 往日欺舞他人的神威 龙妖的记忆吗 那也应是十之细的一环了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 助她提升修为才好 再者 我也不想听她那些骚话了 吉罕先生 我们已施法完毕 若真有妖艺藏于幻境之中 必定会现出原形 若诸位能帮助我 揪出害我家人的元凶 我必要重谢 咱们既然答应您 便会替你解决后顾之忧 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 你们一起上吧 他们人数众多 硬拼可不上算 先用幻境之力布下两组传颂法门 好让我自由穿梭于这战阵之上 很好 第一组已经凝聚 这样我就可以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 真听话 第二组传颂法门已经凝聚好了 不错 我也看破了 这吉罕现在最怕落单 那我就如他所愿 利用着传颂法门将这帮保镖分散 直接拿下那吉罕 不要过来啊 最擅长利用人心恐惧的我 还能怕了你们不成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你醒了 风 风女侠说 那个叫周崇的被迫将我们交出 又被大雪面子 一时气愤不过 所以暗里对你发了一枚脆骨神针泄恨 那是紫云派的独门独针 本是用来情补敌手用的 这毒不伤人命 但中毒者会全身剧痛 立即全尸 之后你连续婚事三天三夜方行 病离 这段期间该不会 都是你在看顾我吧 也不能说全是我 慕容姑娘忙进忙出地帮你找大夫 抓药煎药 她也是很关心你的 躺了这么久 我也该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等等 丰女侠说 脆骨神针之毒虽然不伤性命 但对手足筋骨有损 你还是多躺一下的好 我 我 还是不放心吧 来 把你的手给我 手 瞧 我的手比你的还暖 我这样像是个毒伤未愈的人吗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 就一直这么握着好了 我 忽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经忘了再何时有过的 很怀念的感觉 老实说 你说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半点也不记得 也不明白你为何选择跟着我走 我相信你绝不是在对我胡言乱语 也绝不是讨厌你待在我身边 可是 我真的是你在寻找的人吗 如果是 那又是为了什么 没关系的 有一天 你一定会像我一样 慢慢回想起来的 我已经等了这么久 不在乎 再多这一点时日 你还记得 盘沙堡大厅内的壁画吗 那壁画上绘的 是尊神和我们两人 只是 那时的你 样貌和现在大大不同 你大概也认不出来 那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事吗 古大哥的老师和皇府堡主都这么说 难道你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人 若非如此长久的时光 我不会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而即使见过了那壁画 也只能让我想起一些浮光烈影而已 你一定觉得 我的画很难置信吧 不 我当然相信你 那遥远而又熟悉的感觉 或许就是来自于那千年前的记忆吧 百年也好 千年也好 只要这一切是真有其事 我们也不必急在一时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想起这一切的 药汤来喽 大夫说药汤要趁热喝才有效 丁李姐姐 这就麻烦你了 我 我先出去了 玄妹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什么 一定是刚才熬药时 给烟熏了眼睛了 大师哥 这不干你的事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风姐姐的声音 夏侯公子此行果然无恙 看来贫道之前多虑了 王大长 你受伤未愈 何必如此劳苦外出相后 这点小伤和封印妖精相比 并不算什么 王大长 这面镜子就是诸焕神镜吧 是这面镜子没错 就是他夺去了我师父和师兄的性命 我这便用太渊阵法封印了他 太医真心 招书成阵 不 我还没有赎 他们为自己的恐惧所伤 我何错之有 太渊阵法威胁已除 接下来只要处置了你们 便无人可将我封印了 下侯公子 我已将破坏三处法阵的妖魔封印 趁他们无法行动除之为上 不然太渊阵法无法继续进行 王大长小心 我们这边来助你 坏阵法妖魔必须除去 但也要时刻注意王大长的安危 有炎杖之力阻碍 龙妖的攻击已不足为惧 天智龙妖 便不用担心她飘忽不定的鬼魅身形了 你们下手这么狠 一点也不知道怜香心欲吗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事在人为 太渊兵阵已成 龙妖对兵刃和咒法的防护之力已被削弱 诸位侠士可以大胆攻击她 王大长 可以继续进行太渊阵法了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再次看到了 那似乎是源自未来的恐惧 这边先让你尝尝 我旧伤复发 此刻太渊阵法的威力尚不能封印了她 只能请诸位将其重挫 再行太渊阵法了 我们也正有此意 若她还不肯认输 那我们便打到她认输为止 太尔真兴 昭书成阵 隐天应地 华照此魂 你们好无情 到头来这世间 竟只有那镜子还余下一丝温度了 在这太渊阵法的效率之下 龙妖再也无法危害他人了 夏侯少侠 这是我答应给你们的神境 他会就此在镜中沉睡 但若有一天神境毁破 里面的龙妖便可重获自由 那时你们要认他离去 或是将他正法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 恐有异象发生 诸位当心 这风沙直迷人眼睛 果然有敌人 大家当心 来吧 还不算难缠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抓紧穿过这片沙漠吧 神境请您过目 当事人对我们证明过 这确是朱焕神境没错 嗯 这知了 雕工 君非俗物 看来我听到的应该没错 不过 这神境摸起来 怎么有点冷 还有刚才的森燃蓝光 又是怎么一回事 老板您有所不知 这面神境里现在封着一个女鬼 事宜会有点冷 女 女鬼 怎么会这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神境名为朱焕 里面乃是另有天地 那女鬼误入此境后便出之不得 我们只好就这样拿来给老板您了 不不不 性命要紧 这宝金摸起来冰冷异常 必定藏有一物没错 闹鬼的东西便是再深意 我也不要 这还是还给你们好了 这可不成 我们是为了和老板您交换那盗墓贼的消息 方才花了好大心力弄回来 老板您可不能耍赖哦 一弟 这是老板的一番好意 你就把神境收起来吧 哎呀 就算我倒霉罢了 我告诉你们那家伙的消息就是了 这神境拜托你们拿回去吧 那家伙叫忽炎虫 是个嗜久如命的盗墓贼 闻宝无味道的本领倒是一等一的 他就住在沙州城西方山边的一处 被盗空的古墓里 从城郊的墓沃高窟往西直走就可以看到 沙州城西方山边 我们这里去那处找找看 哎 等等 你们找到他的时候 可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 他正和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 我可不想惹火上身 来历不明 会是三师兄吗 咱们兄弟蹲你很久了 这次外出又找到不少宝贝吧 各位老哥 真没有啊 那里 那里有妖怪啊 敢骗我们 找死 住手 您就是忽隐先生吧 总算找到您了 您方才提到的妖怪 是啊 简直是火见鬼 不不不不 比比比比见鬼还糟 比见鬼还糟 真不知道那些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东西 从哪儿来的 老子在这儿一带混了这么久 从没听过这世上有这等东西 呃 你们该不会是对那个东西有兴趣吧 前面就是我的古墓豪宅 有什么话去那儿讲吧 这次出门带的酒早早饮尽 现下我缠得紧呢 胡言先生 我们在追查的事情 好像都和您提到的妖魔 有莫大关联 如果您方便的话 可否告诉我们 是在哪里遇上妖魔的 这怎么成 那里可是老子做独门生意的地方 要是告诉了你们 老子就不用再混了 喂 我们明明救了你 一马归一马 你们想要我之恩图报 我这有几件墓里的东西 你们挑一件吧 胡言先生 请您尽管放心 我们并非要抢您的生意 只想弄清楚 这市的来龙去脉而已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或许还能帮你除掉 盘踞在那里的妖魔 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好吧 反正你们都这么说了 老子就爽快地告诉你们吧 你们知道沙州城 教的墨高窟千佛洞吧 在大佛塔 右上角的佛窟里 有道密门 通往后面的藏经密室 藏经室的墙上立了个大洞 大洞后面 有个像是天外飞来色的奇怪房间 里面的东西和前面的藏经室 半点都不相称 我卖掉的楼兰遗物 都是一点一点从里面拿出来的 天外飞来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忽然先生 那佛窟里的密门 却要如何开启 先推动正门处的佛像 等听到咔一声之后 再一顺序推动左手处的三尊佛像 密门就会打开 至于次序嘛 老子上回给妖魔一下之后忘了大笨 还是你们自己试试吧 忽然先生所说的密门 应该就是在这里 不过得正确的启动机关才能开启它 正门处的佛像 应该就是这一尊了 先推动它吧 这一三尊应该就是忽然先生说的第二处机关了 要按照怎样的顺序推动呢 角落处好像传来什么声音 去看看吧 我选对哦 这羊皮圈可是个好东西 多亏了我这祖传的妙手空空 嘿嘿 这里就是藏经石窟了 哦 佛窟后面竟然会有如此洞天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墨高窟经营始于五代 其间诸朝功替动荡不安 僧人为访此地累带收集的珍贵经典毁于冰灾 才如此用心良苦吧 看 护眼星说的墙上大洞就在那后面 咱们这就过去看看吧 那后面 透着幽界的气息 这么厚的墙壁也能打出个洞来 想必不是寻常人力所为 莫非这又是奇怪金属断片的缘故 一定快看 这里果然有一块金属断片 这就是触摸在此地的妖魔之缘吧 总而言之 先取回它再说 这妖怪和往常所见完全不同 它是不是来自于冰灵姐姐所说的幽界 好熟悉的感觉 应该是石的力量 让它从此地的界隙中闯了进来 好强的逆元之力 冰灵 小心 它是借地脉流转 吸食着强大的力量 在周身形成护体之力 寻常的刀剑 对它的伤害微乎其微 这么说 只要阻断力量的源头 无法继续吸食力量 便能不再削弱它的护体之力 嗯 是这样 那是 我以幽界之法 感应到的逆元之力 我以幽阳所在 只是仁须有人亲自前往 阻隔地脉灵阵 才能截断这股护体之力 原来如此 此战我们不以莽撞进攻 您先设法截断它的力量源泉 嗯 这方法便是当年你教给我的 魂箭相遇 魂箭相遇 力量的源泉已被阻断 它的护体之力应该就此逐渐削弱了 你原护体之力 也不过是幽界一只蝼蚁罢了 这就是第四块金属断片了 这些断片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一帝 我想像环子前辈说的幽黄附着之物 是不是就是这些断片 若是如此 后续集齐所有断片后 那楼兰入口便会显露出来吧 咦 这黑蓝色的幽霍居然还在 这道幽言和以往的不同 这并不是碎片所运放的逆元之气 在这幽言之中的 是明幽双玉的界隙 连接着它和另一道不知未在何方的幽言 冰玲 你的意思是 如果走进这黑炎之中 便会去到另一个地方吗 嗯 我是怎么觉得 说不定那会是个很熟悉的地方 那和我一起去吧 冰玲 虽然我已不再畏惧面对未知的过去 但在宿命向我们揭晓一切的刹那 我还是希望能有你在我身边 嗯 或许我们一直在等的 就是这一刻呢 我也希望如此 我们走吧 这雷霆贯穿身体的感觉 好难受 这灵力的逆元之气似乎在警告我们 嗯 我也能感受到似有禁咒阻止我们靠近 既然断片已到手 不妨先行退去 之后再来查探 好 就先前往水径之殿 查看下一枚断片的位置吧 这些肥羊看起来会点功夫的样子 这些肥羊看起来会点功夫的样子 哈哈 正好是使那神神道道的人 卖给我们的雷兽 哼 以为几只雷兽就能打败我们吗 今天就叫你们见识一下实力的差距 这一晚 前方不远便是盘沙堡 我们去歇息补给一番 有可疑之人要闯盘沙堡 等等 我们并非 副宝主吩咐过 特殊时机擅闯者一律拿下 兄弟们 上 唉 只能打完再说了 这是夏侯公子 快停手 你们误会吧 方才你们提到特殊时期 可是盘沙堡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不知怎的 在盘沙堡之殿 老听到外头有雷声轰鸣 有时则是发毛树立 像是有子殿之妻在附近 副宝主怀疑有人布下雷阵结界之流 方才命咱们严加防守 仔细查验往来人员 我们途中遇到不少雷黄妖兽 想来是他们在作祟 不知可否让我们上去帮忙调查一番 那太好了 有劳夏侯公子 这令人全身发毛直竖的感觉是 紫电雷黄的魂体气息正在聚集 若放任这消散在天地间的雷黄之气汇集 不知会造成多少无味之灾 干脆祝所有紫电雷黄汇聚 令其后雷兽重生 再想办法解决它 嘿嘿 我平时多有修习雷电咒术 这次就交给我吧 玄妹小心 雷马上就要打下来了 快走为妙 是谁 惊扰了无知成明 幽黄的气息 这令牧迷之窒息的血分 是散发自如之魂吗 敌 如那敌 你是仇之灭之 开扁哦 开扁哦 试不依其 真的觉得我打他 好像很痒 会怎么痛的感觉 会怎么痛的感觉 哇 並且這個顏色面角色 從來不想像這個 我偏偷有任何人 我偏偷有金色 我偏偷的 我偏偷有金色 我偏偷有金色 我偏偷的 我偏偷有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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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獸昂毛?這下子你學乖了吧? 是無數了,自點之起算盡之後,無知要回到風時之前繼續成名 之前那紫電晶氣螢繞的感覺消失了,想必是因為昂寶已被收服的緣故吧 紫電又會實現下一塊刻盤的蹤跡,一弟,你為何有些心神不定? 明明不是第一次來這裡,為何心中有股暢然若失之感? 冰璃? 你沒事了嗎?在石塔崩炸之後,你就一直昏睡到現在,我好擔心 冰璃,我…我…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好長的夢,卻又清晰的真假難分,我在夢中見到了你 對,一個很長的夢,嗯,那是個很長,很長的夢,長到我都不太記得了,我只記得你說過,會永遠永遠陪在我身邊,你還記得這些事嗎? 嗯,我還記得,我知道我認得你,也還記得我曾經答應你的約定,雖然這一切在我的記憶之中,也指向是一場飄渺的夢,但我知道,那都是真的 是啊,所以那不是夢,而是我們曾經共有過的遙遠過去吧,我們很久以前不但互相認識,甚至還是生死與共的夥伴,就是這舊日的牽絆和約束,讓我們在這漫長的歲月之後,再次相逢呢吧 嗯,我不知道,在我們從盤沙堡回來之後,我就沒有再想起過其他的舊日往事,你也還沒有,完全記起舊日的一切嗎? 還沒有,那是一場片段而模糊的夢,疏然而始,疏然而終,我唯一還記得的,就只有和你的約束,和最後從你手掌傳來的冰涼處感而已 不夠啊,這樣就夠了,我總算知道,我這註定會害死爹娘的不祥之子,是為了什麼理由而降生到這世上 對不起 冰涼,你不用道歉啊,要怪的話,就怪昔日和你定下約定的我吧,或許一切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嗯,冰涼姐姐,夏侯大哥他好些了嗎 夏侯大哥,對不起,我,我不是有意打擾的 嗯,你不用道歉啊,我只是和冰涼姑娘談些事情而已 嗯,我知道,看到你沒事我就放心了,我,我先出去了 刺激你,但你居然是很難的,你還想起事嗎 我當然要看見你,他要看見你一些事嗎 我們這樣就好嗎 他會想起時間左右嗎 就是了嗎 ,差不多,煮妹,是否有事? 他不會有事的話 否則能看見你呢 他就有事,然後要把你的家人給你 那旁邊是在沙幣 好吗 尽管她是慕容冠主的宝贝千金 我也不能凡事都依着她 此时此刻 咱们还是谈些自己的事情吧 禀离 我忽然觉得 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 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 就像很久没见面的挚友一般 再多陪我说些话 好吗 向侯公子 白姑娘 怎么了 抱歉抱歉 打扰两位了 真对不住 我只是刚才看到慕容姑娘 眼面奔出门外 就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紧 话说回来 是什么事劳烦白姑娘来此 莫非是小公主有事找我 夏侯公子真是料事如神 公主大人说你应该已经醒了 要请你们到她房邻商议钥匙 她原本拜托慕容姑娘前去知会 见你们迟迟未至 所以要前我来看看 所以就不小心 公子莫怪 我们只是谈谈天 白姑娘无需多心 请你告诉小公主 我们马上就过去 这边把金属断片放在台座之上吧 这个地方不就是我家的地窖吗 果然 方才那种感觉就是 爹 娘 我好久没换你们了 你 不舒服吗 那种感觉又来了吗 即便为爹和娘报仇 我仍旧不敢走入这屋子 夏侯大哥 生死无常 那凶手也已扶诸 有些事 却并非轻易便能放下 且让一弟尽情感叹书发一番吧 方才地窖角落的那本书 是爹从中途经商带回 之后每晚 娘都会念其中一个故事 以此伴我入睡 可有一日 我和娘闹脾气 将这本书藏得地窖 娘并未怨我 寻不到书 便为我编故事 现下这书仍在 爹和娘去 原来所有不曾珍惜之物 都会用这种方式回访世人吗 三师兄 你所珍视之物 又是为何呢 影像中那件发黄的婴儿强暴 应该就是当年爹娘捡到我时 用来包着我的强暴 原来爹娘一直把它 深藏在这上锁的地窖里吗 想必是舍不得把它丢掉 却又不想让我看到 其实 就算我知道自己并非他们所处 我一样会当他们 是我的亲生父母看待啊 我不懂这种感情 但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我 很难受 冰璃 谢谢你 不好 若是金属断片就在我家中 那她带来的妖魔 很可能伤及无故 我得立刻回去看看 好险的一条路 为了快点赶回去 也只能走这条捷径了 小心 中间那只幽两吸食了幽黄之力 实力远比他人强悍 那倒要见识见识了 咱们闯过去 这些事 又有妖魔挡道 看着阵势 只好一战了 一帝 我们还要尽快赶往河中 速战速决吧 来吧 呃 什么意思 直接选冰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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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 你看上了这串红玉项链了 哎 冰璃 没想到 你也会对手势有兴趣 嗯 这项链 很美 嗯 冰璃 你喜欢这项链吧 我买给你好吗 喜欢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看到它 就不知怎的 没办法将眼光移开 那就是喜欢了 难得你会有想要的东西 就算是千金 我也会想办法买给你的 嗯 老板 这穿项链多少钱 客官 这是产自天方的珠伦血玉所致 看在这位美姑娘和这项链绝配的份上 算你便宜一些好了 好 冰璃 我帮你把项链戴上 好吗 嗯 老板说的没错 这鲜红的项链真的和你很配呢 像这样看来 你好像更有了一些生计 谢谢 冰霖 你从来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是默默地伴在我身边 我一直想送你些什么当谢礼 今天总算让我等到了机会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尽管对我说便是 好吗 不 这项链就够了 我很喜欢 只要你高兴就好了 走吧 咱们再去别处逛逛吧 玄妹 总算找到你了 不知你 可否与我同游啊 啊 夏侯大哥 我有些私事要办 现在不便与你同游 想来 在之前的游历中 我都很少顾及玄妹的感受 所以现在她才对我这般不冷不热吧 夏侯兄弟 在想什么呢 是不高兴吗 古大哥 我 没什么是喝酒不能够解决的事情 走走走 咱们找下酒馆喝酒去 天地之旅 万象之变 好奇怪啊 夏侯大哥 刻盘碎片为何会出现在河州 而且还是在一个地窖里呢 玄妹 这点我也不清楚 之前我爹娘曾将我的墙宝锁在这地窖里 莫非与此有关 冥冥中自有天意 刻盘碎片竟然在此出现 背后必有一番道理 附近 有敌人 这地方是 触摸刻盘后竟然会进入这种地方 夏侯兄弟 金属断片就在那边 冥冥中 竟藏着冥魁 一帝 小心为上 这妖物十分难缠 我们小心些 将妖魔解决吧 嗯 这已经是第五块碎片了 不知道下一块会在哪里 前辈承诺的术法可还记得 当然记得 夏侯小子 看在你资质甚高的份上 我就让你自己决定学什么法术 不过以一个为限就是 既然前辈让晚辈自己挑选 那么 晚辈要学的 那是天上 地下威力最强的法术 想必前辈一定知晓吧 这法术老子当然是会的 只是齐威能催天分海 撼动三界 就怕他强到你不敢学 学了也不敢用 那岂不等于没学 此术既有如此神威 那晚辈更加想学 备而不用 一无不可 好 反正我已经答应在先 教你便是了 听好了 我要教你的法术乃是飞天 绝天八大禁法之一 名叫罗冤遁灭 禁法本质上虽非邪辟之数 却都是逆天毁律 损灵破道的煞念立法 除非有百年以上的道行 否则善用禁法可会要了你的小命 你明白吗 晚辈明白 这罗冤遁灭强是很强 却真的只能备而不用 嘿嘿 这我早就告诉你了 不过这罗冤遁灭已经交完了 可不许你反悔